您好 欢迎收看1月6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柜 为了保全浅山及平云的农田湿地等重要生态系 华联县政府推动了重要棋地生态服务起伏计划 透过生态薪水鼓励农民营造有利生物多样性保育的棋地环境 让生产结合生态 共同营造花联的幸福生活 现在学生会表示 县府农业部林业以及自然保育署 并临物种以及重要棋息地生态服务起伏推动方案 提出生态服务计划 透过奖励金 邀请并且辅导农友营造田区友善环境 让农田不只能够生产作物 更是自然生态以及野生动物能够和乐共存的重要棋息所 欢迎线从101年度开始推行 到122年度已经有288位农友一起参与生态服务起伏计划 升级面积为261公顷 展现本身农友生态保育的成果 以及县府推动生态给予的决心 透过农业的田区生态观察 技术道包含食蛇龟 采光龟 环境制 还有食线蒙等多种保育类野生动物 农友才发现田里面有那么多野生动物 维护田区环境健康 不只是照顾农友 也是保护这片土地上共存共存的多植物 那为了让农友们看见守护田区的成果 县府特别用田区拍摄到了生态影像制作的明星片 和农友们分享 感谢农友们在生态环境的付出以及努力 现在农友们表示 为了扩大守护中央的农田环境 县府积极向中央争取 除了既有的吉安乡 首封乡 碰冰乡 卓冰乡 卓冰乡 与福利乡 113年度生态起伏实施范围增加到 光复乡 瑞水乡 玉礼镇预计在4月份办理说明会并且开放申请 欢迎农友一起来营造友善生态的农田环境 公告讯息将发布在新闻网站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